补東西進去但臉會變小 那是因為你要知道用在對的地方 少女症來做這個治療 後面的照片呢 其實是將近兩年之後拍的 也就是說 我覺得一個 很多 穩定的治療效果呢 在兩年之後 因為它已經是你自己的膠原蛋白 所以呢 你的效果還是會維持得很穩定 那麼你的膠原蛋白就停在你臉上 跟著你一起慢慢地變老 我覺得這些地方就是 氣色比較好 這好太多了 調整了之後呢 其實在額頭就會看起來比較光滑 就自己自然而然 就有個像蘋果肌的立體度在這樣 是要用在自己臉上的 很多東西其實羊毛是出在羊身上 而且其實現在不同的材質啊 選擇這麼多 那有那種 有的人他喜歡比較穩 效果穩定可以比較持久的 那有的人他可能不用那麼久 但是他希望可以花費低一些些 那個就跟買精品的概念是一樣的啊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 我想說我買這個包包 那我買了這個包包之後 我可能就是要用十年 那有一些人 譬如說像現在有一些材質 他可能是讓你長膠原蛋白 那這個膠原蛋白一長出來 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就可以同一個問題 你可能就好幾年 你不用再重複的治療 因為這個區域的效果就很穩定 所以我覺得這些其實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像精品一樣的概念 對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尤其是打這些注射型的這些產品啊 我覺得醫生的技巧 還有醫生的經驗 還有醫生對於美的觀念 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想說有凹就填啊 可是你填不對 它真的是變成就是四個喔 就很可怕 然後我覺得它很厲害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這種必須計算 不是想像中這裡凹就填哪裡 因為它從力學的觀念去知道說 我打在哪裡 它可以把它提升起來 而不是亂補 所以像我以前給它打完之後 人家就會說 你看起來整個臉就比以前小 因為想說補東西進去 但臉會變小 那是因為你要知道用在對的地方 所以真的很厲害 但我覺得第二個重點是 它算是台灣之光 因為光是今年 我已經算不出來 它去多少個國家演出了 就是說我們常常各國都會舉辦 像這種醫學會嘛 那醫學會裡面 比如說我們這個論壇 我們邀請醫師專家們來 教其他的醫生 我會通常怎麼打 所以它光去 包括去巴黎示範演出 包括去阿拉伯 包括去新加坡 甚至去過南美洲 南美洲超會整形的你知道 南美洲他們也是強國 像巴西嘛 它是全球各地去循環 教大家怎麼打 有時候真的像這種台灣之光 像我本人就覺得 大家可以多問一問 就是你在選的時候 或比三家 醫生也要比三家 那現在要請林醫師 來幫我們分享一下它一些案例 好 我們先從就是一個 比較粗獷的女生 額頭也比較平一些 然後鼻子 還有我們兩邊的臉頰也比較平 那他就說 可不可以有什麼方式 讓它變得比較立體 如果你要比較自然的話 其實你缺的位置 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 然後讓它呢 這些地方長出一些 你自己的膠原蛋白 所以呢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打一個東西叫做少女針 這個時候呢我就在他的額頭啊 鼻子還有我們的兩邊 其實我們亞洲人都是這兩塊特別平 會陷進去 所以就會顯得臉寬 所以我就把這幾個地方呢 都用少女針的稍微幫他調整一下 讓臉的支撐呢變得比較立體 那其實呢我覺得 差很多喔 只要找對地方去調整的那個 額頭的部分呢 讓它稍微立體一些 臉視覺上就跟化妝的概念是一樣的 臉在視覺上會變得比較集中 然後你的鼻樑呢 只要稍微再立體一些些 看起來呢就會變得比較精緻 那臉上呢 寬度其實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我們只要在這邊 稍微讓它往前支撐一些 其實連嘴巴在視覺上面 都會變得比較小 重點是很自然 你沒有講 我其實不知道它哪裡不一樣 可是就是看起來不一樣 還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天生看起來就是特別的憔悴 那喬嘴呢 好像心情極差 對 不開心 運氣不好 那眼尾垂呢 通常會跟太陽穴沒有支撐有關係 所以呢我們就要回推 就是說你的問題會出現在太陽穴 那很妙的是我們太陽穴有九層 所以我們要找出哪一層可以 就是讓你就是達到那個目標這樣子 然後呢 淚溝會讓你看起來比較憂傷 所以呢我們就要找出你臉上 拿幾個構造是造成你淚溝的原因 就再把這個地方給加上去 那它呢是用少女針來做這個治療 後面的照片呢 其實是將近兩年之後拍的 也就是說我覺得一個 很多 穩定的治療效果呢 在兩年之後 因為它已經是你自己的膠原蛋白 所以呢你的效果還是會維持得很穩定 那麼你的膠原蛋白就停在你臉上 跟著你一起慢慢的變老 這樣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今年弄這個地方 明年再去弄另外一個地方 去年弄過的今年就不用再一直重複 你的人生就不會一直原地踏步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呢 像這個呢就是憔悴中的憔悴這樣子 所以他就來他就說 我把這幾十年前的照片比起來呢 我只是有點嚇一跳 因為他發現呢 額頭原來他的額頭是比較圓比較立體的 然後現在呢往內縮 然後呢那個抬頭紋呢也變得很明顯 那這樣子也就算了 他覺得他光打下來呢 他覺得額頭就是不光滑充滿了陰影 然後眼尾呢 眼皮也開始往下蓋 看起來就沒有什麼精神 然後再加上他眼睛下面有這個所謂的淚溝 所以就會變成他臉呢 有三分之一呢是充滿了暗淡 有另外三分之一呢是充滿了無神這樣子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就會覺得氣色很不好 那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些地方下手 就是先把你的額頭飽滿一些些 眼睛也會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再把你的淚溝呢處理一下 讓你看起來呢就會比較氣色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些地方就是 什麼氣色比較好這好太多了 調整了之後呢 其實在額頭就會看起來比較光滑 然後會柔和 而且我們有時候呢眼睛啊 如果你的眼睛稍微亮一些的時候 光打進來是會反光的 所以呢他就眼神就會看起來是比較明亮的 那像這個淚溝的地方呢解決了之後 你就自己自然而然就有個像蘋果劑的立體度在這樣 剛剛聽完這個大家都有初步的一個了解跟概念 對不對 真的要謝謝我們林醫師的分享 想要變得漂亮變得像少女一樣青春無敵 趕快來找我們林醫師來諮詢 謝謝大家